哈喽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,秋季赛伊诺和初晨有过多次换位,而且在月光的安排下,初晨和伊诺的文化将会成为一个常用的体系,于是队友和粉丝都希望初晨多练习蓝领野和射手英雄,但近期又有网友爆出初晨不愿意练习射手,从网友的爆料来看,伊诺一直在练习阿古朵和云英,然后伊诺还问了初晨打黄中的情况,初晨说他玩过一把,头都被打爆了, 伊诺还亲手给初晨选了一个加罗,乍看起来似乎真的是初晨不愿意练习,仔细一看你就会发现这是黑粉在黑初晨,看看这几张图对初晨的称呼,全部都是以厨子来指代初晨,这就是黑粉对初晨的称呼,意思就是说初晨菜,而且说他又懒又菜,先来说说这个懒,巅峰赛里初晨玩什么是自己决定的,这跟比赛是没有任何关联的,直播打巅峰赛是为了观看的粉丝,并不涉及到训练赛, 所以初晨想玩什么就玩什么,而黑粉就接次说初晨懒,其实这就像是盗的绑架,因为他们看到伊诺在巅峰赛练习打野,所以就想要求初晨在巅峰赛练射手,这不就是赤裸裸的盗的绑架吗,所以初晨的懒是被强扣的帽子,另外就是菜,说初晨菜的人还是掂量一下自己的水平吧,初晨的高光时刻,他们根本没见过, 现在是A级的磨合期,队伍成绩不好难道是初晨一个人导致的吗,如果初晨的问题这么大,难道A级赛训组是瞎的,会看不见吗,无非就是黑粉在那里口害罢了,小伙伴们如何看待黑粉的盗的绑架呢?